你好,李同路 我想問你們,你在這裏銅鑼灣留守多久? 我現在留守了應該第16天 我在這裏過大概一個星期的夜晚 在這裏過夜過一個星期 在這裏留守了16天 之前下大雨,別人衝擊你 都是風雨不改 假期會經常在這裏 上學的日子,我就會放學出來 你是中學生還是大學生? 我現在是中學生 你為何參與這個活動? 我不是支持新保選 我覺得新保選應該交給大人 但我站出來的原因是 我認為是警方用過度的武力去清散示威者等等 就是可能人家拿著一把傘,拿著陰保鮮 然後包著眼睛,是為了防止 你用胡椒噴霧去驅散他們 不是真的攻擊他們 拿著一把傘,很正常的事情 但他也有用煙霧彈去驅散我們 我覺得真的過分了一點 你認為將來 你現在有這個印象 或者有這個陰影 將來 你期望政府會做些什麼 去化解這場怨氣? 其實我希望他會給予一個交代 最少我們這麼多人在這裏 留守了這麼多人 他最少給予一個交代 去跟我們說 去談 一結這件事是應該如何發展下去 去談一些 我們很多有分歧的話題 就是針好選、搞好選 那些都是一些有分歧的 不說的 可以說是議案制那些 那我覺得是 真的需要我們一起去 一群人一起去 去談談這個話題 去去 明白 對不起 那在學校那時候 老師有沒有說這個話題? 我們學校並沒有說這個話題 那你會繼續參與 你會不會走 或者你將來有什麼打算? 我會 因為自從我在那個 第一天在金鐘吃過出來的蛋之後 那我就決定 留守在這裏 一直都在留守 那未來我都會 我都會繼續在這個位置去留守 去繼續去為我們的民主去 去fight for it just stay here 那 那 就是希望 政府和警察會 快點給他們交代我們 去打開我們溝通的大門 去和我們一起去談 今天呢 林鄭英 他下午兩年半開了記者會 就說 跟各大學生去聯絡 那個橋樑就是各大學的校長 那你 個會下個禮拜會開的了 那你期待有些什麼可以談呢? 你的心願是怎樣? 對 期待就是 不要在那裏 紙上談兵 說些廢話 真的 真的 真的不要說廢話 還有你和校長談 其實真的談不到什麼 我覺得是 校長做橋樑 就是做中間人 就是 未來的動能 都會在我們手裡 我們年輕一代的手裡 那我希望 政府那些都會聽我們的意見 去說 真的去 不要只是聽一聽 都是聽那幫人的意見 或者在那爭辯 應不應該這樣做 不應該這樣做 就是做一些 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事情出來 不要只是說 政府的立場 他就很硬的 有兩點 第一點 他就說 提交了手裡的諮詢報告 就不會再修改 也都不會撤回 也都不會提交補充的報告 第二 香港政府就說 人大的決定 就不會改變的了 政府現在的立場 在談判之前 溝通之前 那個底線就定了出來 亦都是公佈於天下 你們有什麼感想 好實在 都是比較失望 是 因為 你現在好像已經是 你將我們打算去 拿出來說的 全部都已經說了 我們不會談這樣 我們也不會談那樣 我們現在還可以談什麼 又開始說廢話 明白 最少你也是 這樣說 給我們一些位置去談 給我們一些位置去 一起去 這個事情 這個話題 有沒有得去 這件事 有沒有得去改變之類 不要一早就已經定定了 那個boundary 我一定不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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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方案 這個方案一定會在這裏 我不會聽其他人的意見 這個一定在這裏 我覺得 不要這樣 好 明白的 如果政府提出提名委員會 組成的成份是有民主的 舉個例子 如果全部提名委員會 都可以直選的那些 提名委員會的委員 你又接不接受呢 這是第一步 我真的會覺得 好 他喜歡去 開始談 做一些有建設性的事 我這樣覺得 好 多謝你先 你也 注重你的安全 好 謝謝